现在人经常要练健身长肌肉来展现美好的身材 可是肌肉除了带来美观的外形之外 更有包覆骨骼的保护能力 它可以避免骨头直接受到碰撞造成骨折等伤害 还可以预防退化性关节问题的发生 门路院医养科的团队特别致志了胃教影片 教导民众如何透过一天三餐的饮食 来达到增加身体肌肉量 门路院医养师蔡昆蓉表示 老化造成生理功能退化 不仅让年长者活动量减少 也可能导致营养摄取不足而成为肌少症的高危险群 因此年长者、体型过瘦者都可以透过蒸鸡餐来增加肌肉 而蛋白质是肌肉组成的重要元素 所以增加每一餐蛋白质类食物摄取比率 绝对是蒸鸡的一大重点 肌肉更是包覆在我们的骨壳外头 相当重要的保护层 它免于了我们的骨头直接受到碰撞 造成骨折等等的伤害 也能预防退化性关节问题的发生 因此肌肉太少的人 像是体型过瘦者或是年长者 他们其实反而更需要透过蒸鸡餐的协助 来提升我们肌肉组成的营养素 因此想要蒸鸡的人 我可以记得以下的三大重点 这里的蛋白指的是蛋白质 因为蛋白质是肌肉组成相当重要的元素 所以在每一餐当中增加蛋白质食物的摄取比例 绝对是我们蒸鸡的一大重点 就是属于蛋白质类的食物 另外奶类也是含有蛋白质的哦 营养师指出常吃的豆 鱼 蛋 肉 还有奶类 通通都是高蛋白质 但不是每一餐都吃蛋 或者是疯狂吃肉 就可以达到蒸鸡效果 借由高蛋白三餐分配密集 营养师教大家如何三餐活力蒸鸡 并且搭配适量运动来促进健康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蒸鸡餐比捐程餐多了 豆类 虾仁 三色蛋 以及肉丝 因此只好掌握热量足 均衡吃 蛋白膏 再搭配四样的运动 就能轻松累积组成肌肉的重要元素哦 希望这个一日三餐活力蒸鸡的餐食 对大家都有帮助 营养师强调蛋白质不要只集中在一餐 要三餐都能够均衡吃到蛋白质 不过肾脏病 糖尿病 或者其他慢性病患者 需要限制食用蛋白质 则不适用这套方法 应该向医师咨询适合的饮食选择 才不会对身体带来负担与伤害 雪鲁慧欢迎市报道